我們到裡面去看了很多 跟我們便秘 或是故腸味道有關的食物 我們去做了一些研究 然後又把它抓出來 讓專家來幫他評審一下 好不好 好 來 我們這邊準備了 兩大類的食物對不對 對 都是熱賣的商品 我們分成最主要的是 高鮮 還有 這兩個關鍵字 來好好的剖析一下 對 太難過 我們分成最主要的是 高鮮類的 高鮮 還有乳酸菌類的 還有這兩個關鍵字 來好好的剖析一下 好 那我們在高鮮類的這一邊 都是我們一般歐油 我們知道我們會很常吃的東西 對不對 生菜沙拉啦 香蕉 蘋果啦 燕麥片啦 燕麥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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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鮮餅乾啦 對 反正主要標榜 不管什麼東西 標榜了高鮮兩個字 買 對 是不是 好 來 Julie姐 如果依照這些來講的話 你通常會吃一些什麼東西 左邊這邊的話 高鮮 我會選香蕉 香蕉類 對 然後我可能會選這個餅乾 這個 對 高鮮餅乾 因為蘋果的話 感覺 妳不愛吃蘋果 我愛 我很愛吃蘋果 可是因為蘋果跟香蕉 如果比起來 我覺得香蕉感覺上 纖維比較多 蘋果其實吃得反而會便利 因為它有好像鐵質 太多會便利 那香蕉我可能會吃一下 因為覺得它纖維質還滿多的 那生菜沙拉 我覺得那一點點 我覺得沒什麼用 然後再來就是 那妳可以多買個五盒 可是吃得很像牛 好好吃 很像牛一直在那邊吃 就是 對 覺得沒有什麼用 然後呢 纖維的部分 我有買過一個東西叫 那種就是標榜 它全部都是纖維殼 它是一種骨類的殼 然後它從國外訂回來 我吃了以後也沒有用 所以晚上呢 我會選擇 我應該會吃麻辣火鍋吧 麻辣火鍋 直接拉肚子比較快 對…我應該會選擇麻辣火鍋 沒有共同口味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 攝取量還是少 對 還是很少 還是很少 還是不夠對不對 楊車錢紙也跟蘋果 都是水溶性30纖維 所以它們的水量一定要很多 真的 或者會變成它進入體內 它會吸收你腸道的水分 你的便便反而會變 比較乾比較硬 是喔 所以我吃楊車錢紙 然後我還要 至少要喝500CC的水 500還滿多的 對啊 真的只沾個兩口 當然沒有啦 比較過 對 對啊 她好冤枉 對 終於還她清白了 好冤枉 英文 我會選香蕉跟生菜沙拉 對 肉膏先這一邊的話 所以這裡面 Julie姐 妳算是比較博學多聞對不對 請教妳一個問題 是 妳這樣講 如果說膳食纖維 我們吃得越多 是不是對腸道的健康 就真的有幫助 只能選是或錯的話 是 是 陳醫師解答 膳食纖維妳要合併 剛才所說的水分要夠多 它才有辦法幫我們 去做個排便的一個動作 那膳食纖維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它如果在妳的腸胃道裡面 吸收不到水分的話 它就很難的排得出去 反而會卡住 然後我們叫做糞食 反效果 會有反效果出來 像比如說妳吃那些餅乾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很乾的 雖然它是高鮮 可是它水分是絕對不夠的 變成說妳身體要 遞出一些水分出來 全能夠讓妳去排出來 有些纖維它會需要吸收的量 要比原本妳吃的五倍多 所以妳今天吃了多少克的話 妳的水分可能要乘以五倍以上 尤其像比如說這裡面沒有的像奇異果 或者像水溶性纖維的話 那這部分來講 這些纖維到妳的腸胃道裡面 所需要的水分其實是要更多的 那因為更多的話 它的量就會變得比較大 它會增加我們腸胃道的蠕動 才有辦法排得出去 然後正常的排便出來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 重的濕的這樣子的一個糞便 才是足夠的纖維 因為纖維就是會帶水出來 非水溶性纖維 那它是什麼樣的食物裡 非水溶性纖維的話 比如說我們再去吃那個芹菜 那個纖維質非常的粗的那一種 那種是完全沒辦法去做吸收的 妳的外觀上面看得出來 那種吸的那個纖維 那到我們的腸胃道裡面來講的話 它完全不會分解 它還會是圓形圓狀的出來 那種就是非水溶性的纖維 那這個非水溶性的纖維 它有一些好處在 它的好處是在哪裡 它在排的過程中 在蠕動的過程中 它會當我們的那個腸的那個膜上面 會做一個 所以如果我們腸胃道上面 有沾黏了一些比較不好的東西 或者是我們長期便秘的時候 那上面其實是有一些細菌的 在上面的話 好像青稻酥這樣子 對 它會像掃白一樣 把它掃出去 那個是非水溶性的 然後水溶性的 我們肉眼上看不出來 它有可能像一杯水一樣 然後加了水溶性的 那種是大部分出現在什麼 蒟蒻型的那一類型的話 它水溶性的纖維就會比較高 功能不同 功能不同 一個是吸水 然後讓妳排... 所以如果以現場的東西來看 那營養師覺得哪一個最好呢 排便的話我們用水溶性 所以他們對於排便效用 其實沒有那麼好 是要 所以像白蓉剛才就說 他用了洋車鉗子 為什麼效果不佳 其實排便 最主要很多人 應該要選擇 非水溶性纖維 例如像我們剛才醫生說的 就是芹菜 那包含了其實還有這個 我們知道的竹筍 這個就是吃起來比較 口感比較硬的 酥酥的 酥的 對...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提供了100公克 各種食物的纖維含量 那畫起來的就是推薦 畫紅色的字 就是推薦給大家 就是比較... 纖維含量比較高 CP值比較高 因為這同樣100公克 可是有些100公克的體積很大 對 你會覺得吃得很辛苦 對 有些100公克就小小的 就很容易吃得到這樣子 那我們剛才在說便秘的問題 會比較建議大家 就是像這邊 菠菜 玉米筍 地瓜的那個部分 和芋頭 那些都是對於排便的效果 是比較好的 因為它們大部分都是 非水溶性膳食纖維 蔬菜類 對 然後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是像水果類 那大家有一個觀念 就是我常常都會有人 都會問我說 就是為什麼便便出來的東西 都是沒有消化 其實沒有消化的 那個黑色的紫子 火龍果紫子 它其實就是 以前我們認為膳食纖維 對人體是沒有用的 因為就是排掉了 可是現在發現膳食纖維好有用 因為它就可以做 大腸癌的一個保健效果 這樣子 對 但是火龍果那個紫子 我們都沒有咬破 這樣子也有用 所以那就是膳食纖維 不用咬破 不用咬破 它就圓形進去圓形出來 我剛剛問人想 還有芭樂 芭樂紫嗎 芭樂紫 芭樂也可以 芭樂紫 對 那個就是膳食纖維 所以我們每次都會覺得好可惜 而且以前老人家 都叫我們不要吃那個 因為古時候的人 他們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吃進去就浪費了 就是好像沒有消化 但是就我們現在的 文明病的關係 所以會鼓勵大家就是 那個是可以吃進來的 包含了鳳梨 有些人那個紫都沒有流對不對 其實很可惜 其實那個鳳梨 對 那個鳳梨的那個心有沒有 很硬的那種 對 就是像有些什麼木瓜糖 其實都來自於這種鳳梨的纖維 它就會流了 對 所以妳現在告訴我們說 芭樂紫我們就算吃我們不咬破 直接吞 吞下去 都很好 對 都很棒 不要擔心 真的 它是一個很好的膳食纖維 它最近我們常會蠕動 然後所以它進去的時候 就很快就拍出 我都吃我兒子的心 所以我都很累 芭樂啊 對啊 因為它都不吃了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 就是香菇 其實我們如果用一餐 是兩公克的膳食纖維 香菇 香菇 青花菜 都是一個非常容易達到的 青花菜大概只有五朵 香菇大概四朵 你就可以達到一個 很容易得到的膳食纖維 所以就是 如果你常常有便秘的問題的人 就會建議青花菜和香菇 或者竹筍這一類都多一點 那再來就是 這上面我要先解釋給大家聽 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是高鮮的食物 譬如說像我們前面的生菜沙拉 我常常都要解釋很多次 就是生菜沙拉真的不是一個膳食纖維高的 能夠作為生菜沙拉的東西 你一定會感覺它容易吞咽 因為它比較纖維含量少 對 所以它才會容易吞咽 所以像我們看這個美生菜好了 對 它大概三片才0.4公克的纖維 所以你這樣子吃完以後 三片0.4公克 對 你還不如吃五朵的青花菜好了 它大概是這個 五朵的青花菜等於 它大概要三到四盒的美生菜 什麼 對 所以鼓勵大家多吃深綠色的蔬菜 它的纖維含量才會高 或者是筍子 或者是菇類的東西這樣子 粗纖維 對 粗纖維含量很重要 那有分梗跟葉子嗎 這個好問題 因為常常很多人就是 只吃葉不吃梗 但是其實梗就是纖維含量多的 所以葉子其實很少對不對 所以提供大家一個做菜的方法 因為我們家有婆婆 然後還有小孩子 所以他們牙齒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家的梗是把它切成一小段 大家有吃過蒼蠅頭吧 有 蒼蠅頭是不是都是一小段小段對不對 對 那這樣子的很... 因為梗其實一大塊 對老人家和小孩子不容易咬 所以把它切得碎碎的就是這樣去炒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吞得下 很好吃的 對 好 那膳食纖維 什麼人吃要注意 那膳食纖維 什麼人吃要注意 我們如果要吃膳食纖維的話 我們就看看你的腸胃 是否是能夠接受這個 膳食纖維的一個問題 好 那如果你是手術開完刀的 或者是你糖尿病本來就是 腸胃蠅動比較慢一點的人 或者是你... 因為你的腸胃有一些疾病 比如說像曾經有大腸癌過的 手術完之後的 或者是說你有痴瘡的人的話 你在吃膳食纖維 就要特別去注意 因為有時候你水分真的喝得不夠多的時候 它變得很硬 然後你就排不出來 然後它也沒辦法去刺激你腸胃去蠕動 其實除了像陳醫師講這種 有開刀疏後生病的 一般正常人其實說 老人說不要吃芭樂子是有原因的 因為老人的腸胃道蠕動是比較慢的 大量的膳食纖維會塞住這個腸道 影響到它的蠕動 所以其實如果年紀大 超過60歲以上 其實不適合吃太大量的膳食纖維 再來就是說 它會阻斷脂質跟糖分的吸收 其實也會影響到一些鈣 鐵 鑫等等 一些微量元素的吸收 所以會造成營養的缺乏要小心 再來它會降低糖類 對 所以如果說你本身有糖尿病 或血糖不穩的人 也要小心不要吃太多 甚至小朋友會影響到蛋白質的吸收 會影響到腦力的發展 所以其實小朋友 這種六歲以下的小朋友 不可以額外補充太多的膳食纖維 好 那剛剛這是高鮮類對不對 另外這一邊呢 乳酸菌